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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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卡著充滿是貴的 我告訴我們這個尺寸 可能要跟德寶拉混 米蘭達借 米蘭達借 米蘭達借應該沒有 他應該換 阿天朋友往上這裡先尋求 地球打得非常紮實 在中外野方向 撲下 撿到了 朱玉璇的美技手臂 現在已經 不如有這艘船到哪一區 欸 不過現在實際上真的是先落地的 還是接到了吧 好 再來看看剛剛張志豪 最後急車的左外方向的黑球眼看中落地 但被豬哥 五星級的手臂 沒收進手套再趕快回船到 回這個船球 他可能要回船第一次再看到人 怎麼周四級會站到他前面 忽然忽然忽然有點嚇到 因為他這樣直接吹下去可能會直接砸在周四級的身上 好 第二步來對準黃色 第一手就出手 右翻邊 二手攔截下來之後請先傳上一壘 古東榮也是個美技手臂 很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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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選擇有一點點利用滑壘的方式來減緩自己的速度 他要辦法很快的起身來做傳球 他要辦法很快的起身來做傳球 所以接到之後你用滑壘的動作 再起身來做傳球 這手的手就似乎上了 兩好球之後這個球切進了場內 考驗他們處理的速度了 副方 這一次新元旭的處理沒有問題 好表現 接到球之後第一時間就傳球出手 五傳三的刺殺也結束了八局上敗 同一四對的進攻 在這個半局離好之後 讓對手是留下了兩個殘美 新元旭的耐翠值得再看一遍 對 打我朋友陳傑聖 他可以脫妝給你 脫妝給你 剛好脫妝給你 然後妝殺 這位球吳東龍的彈跳 他們真的做得很厲害 永遠都要記得 不管記得狀況好壞 都還是有防守所在 對 這個球 就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測到他的 槌子彈跳能力有多好 但這個球感覺是真的跳得很高啊 這可能要跳他一條小組那麼高 應該不只一條小組 就是 至少